儿媳妇 儿媳妇 你赶快去准备一些东西 做白糖糕 白糖糕 对 听说你以前最拿手的 不就是白糖糕吗 莉莉小姐说了 她以前最怀念的 就是你帮她做白糖糕了 赶快去做 爸 人家生病了嘛 你们相识异常 连这个忙都不帮吗 快去快去 快 妈 这凭什么 方海董事长 方海董事长 高建国副总经理 高建国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张旭宁 销售部经理刘峰 销售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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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 您要下班了 想吃好的 收东西跟我来 什么 收东西跟我来 快点 好 小菊 小菊 你在吗 去哪 来 谁说一定要准备好 幸福才会来报到 有些缘分突然就在转弯的街角 我笑着说起舞蹈扰 说要引不住心跳 不小心就要掉进爱的圈套 当星星月亮都睡着 天空浮现你的笑 勇气的梦让个人的世界尴尬好 不管尝试多喧闹 恐怕心愿多渺小 简单的追求相信你都明亮 最新的那朵花 有没有认真听着她说些什么 多没有传说的模仿 你可突然也要努力地长大 最新的那些花 今天买的鞋子 衣服跟包包我会记在帐上 以后每个月呢 就从你的薪水里面扣 去哪儿 包包 衣服 还有鞋子 都退掉啊 这么贵的衣服啊 不过扣买不起 不会扣了 当星星月亮都睡着 一会封信你的笑 天气的梦亮的人的世界尴尬好 不管城市多喧闹 不怕心愿多渺小 简单的追求相信你都明亮 我会珍惜的 谢谢总订阅 给我有了钱 我一定都会还给你的 会买这些衣服给你呢 是因为你是我的美女 不可以穿的衣服 你会让我很没面子呢 不管怎么样 都谢谢你 既然这样 请我吃晚餐 晚餐 好啊 我请客 麻辣烫 好久都没有吃过辣椒了 你很喜欢吃辣椒吗 你没有听过一首歌吗 辣没字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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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辣 我跟你说 我们湖南人没有不吃辣的 你今天晚上就打算 请我吃这个鬼东西啊 对啊 你让我请你去饭店 我可请不起 这个也不便宜的 我请你吃这一顿 我自己都不吃好多天呢 趴干净了 坐吧 你不吃啊 我最讨厌辣椒了 你不吃啊 我最讨厌辣椒了 你嫁到食物里面 你什么鲜味都没有 那要是开胃的 你也吃一顿香呢 我没胃口了 你没胃口了 那你不吃了 你不吃怎么办 我买了两个笨的 你给我吧 你不吃了 你怎么吃的 你怎么吃呢 你怎么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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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鸟都少 我还是喝饮料好了 好 别喝 小菊呢 小菊没回来吗 没啊 我去找她的时候 她已经提前下班了 那你没打手机给她呀 我先拿给她 吃得好晚啊 真搞不懂哪里好吃 那咋会一样 辣椒一泡吃到嘴里都一个味道 那又怎么比你们吃生的好啊 像你们城里啊 那些鱼啊牛肉啊 都可以拿来生吃 还有那个蔬菜耶 也不煮熟了 蘸点酱就放在嘴里生吃 我们是人呢 又不是动物 有些食物呢 吃生的反而可以吃到它本身的营养 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那辣椒对食尼有帮助啊 辣椒不仅能够开胃 对而且还能够增强体力 对了到冬天的话 还有防寒的作用 你就一定要跟我变吗 是你自己说不过我吗 你 我去吃饭 我去吃饭 喂 天蕾哥 我马上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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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姨 我现在 我现在 来来来 快来了 好 没事 我回来了 这是谁呀 这是谁呀 小菊啊 这怎么回事啊 总经理说我的样子太土了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下班的时候 他带我去商店 买了衣服 包包 还有鞋子 因为常常要招待客人 所以他说服装衣容很重要 我说了等我有了钱 一定会还给他的 好好好 好了好了 赶紧坐来吃吃吧 来来来来 不用了 我吃过了 我吃了麻辣烫 麻辣烫 嗯 小菊 那你们那个什么 总经理 也跟你一块吃的麻辣烫啊 啊 本来我为了感谢他 是要请他吃麻辣烫的 可是到了那儿 他一闻到辣椒味 就不停地打喷嚏 结果 我只好把他那碗也吃了 我到现在肚子 都撑得不行了 我真的很难想象 雨洁坐在路边滩打喷嚏的情景 你知道他又多爱干净 多怕吃辣吗 小菊 小菊 你们这个总经理 又是陪你逛街买东西 还陪你在路边滩吃麻辣烫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天会 你不要乱说 没有的事 小菊啊 天会跟你开玩笑的 别当真 别当真 其实就算你交男朋友 也很正常啊 我 我不要 也不行 爷爷 你别听天会瞎说 人家雨洁早就有女朋友了 而且他女朋友就是之前 收留过小菊的那位 哦 就是他呀 怪不得雨洁这么叫鼓小菊 原来是看在他女朋友的面子上 好好好 天会 你别开玩笑哦 人家小菊可是个保守的嘛 好嘛 以后不说了嘛 小菊啊 那你吃饱了 你就先回房间休息吧 好 那你们去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小心点啊 好 来来来 好 吃饭 吃饭 准备明天吃的东西啊 好 谢谢 舅舅 那白糖粿做了吗 糯米我已经泡盆里了 明天早上摩折粉就行了 好 要花点心思 好好做 爸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白丽要吃的东西 让我去做 实在搞不清楚啊 你就这么没有人情味了 白丽她是你的朋友 你对朋友是这么无情吗 怎么说你们两个人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十几年了吗 那应该是情同姐妹呀 你就算有朋友生病了 你不知道也会去看看人家吗 你对姐妹就这么无情 这个人哪 要心存善念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长安 洗戴什么 这一次难得去上门娘家 总不能穿得太寒酸吧 这是我给你和小娜娜买的新衣服 随便穿一天去就行了 干嘛还要浪费这个钱呀 这是我最后的自尊心了 娜娜娜 爸爸给你买新衣服了 来 真的吗 妈 快 自己打开快 哇 哇 怎么样 这是妈妈的 来 爸爸帮你比一下 哇 嗯 好看吗 好看吗 喜欢吗 啊 对了老公 明天有节目要到家里来录影啊 你要准备准备啊 啊 你前几天不是刚去那场节目 怎么又录啊 哎 这一次不一样啊 这个节目高档多了 哎呀 这个节目啊是专门到明日人家里去录影的 收视率很高的 哎呀我跟你讲啊 你明天给我好好的打扮吧 不是 还要到家里来录啊 你一天到啊 三天两头去去露脸也就罢了 干嘛把家还有暴停在大庭网中之下 哎呀 没办法呀 谁让你老婆这么受欢迎 哎呀 哎呀 其实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也很辛苦 我很累的呀 哎呀 但是没办法呀 大众需要我 大众需要我呀 嗯 感觉太好了 大众需要你 你干嘛不去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吗 嗯 好累啊 可以说了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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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那边擦了没有啊 擦过了擦过了 擦过了 你看看这么脏 怎么擦过了 赶快去擦呀 还有还有 还有这里 摆好啊 这边 尤其这边 这边 这里 这边很重要啊 我可能会拍到 这会带到这个 这个电视 旁边那个灰尘 帮我擦一下啊 喂 你们两个去哪里啊 不要录影了 去哪里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今天要去学开车啊 那 那你呢 我要去打高尔夫 打完之后 还要去公司拿点资料 你们两个 你心里面 还没有我这个妈呀 妈 反正也有爸在 再说了 如果我要是站在你旁边 你肯定会被我比下去的 好 先走了 拜拜 这个臭丫头 这 瘦不了 阿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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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这边帮我收拾一下啊 哎呀 这么乱 哎呦 快点 快来不及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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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刚刚还在想 要是你今天又放我鸽子 我该怎么向你报仇啊 你是来学开车的 嗯 那把高跟鞋脱掉吧 什么 把高跟鞋脱掉 要不然 你忘了叫你开车 小姐 既然你拜托我叫你开车 那对不起 请你按照我的要求来做 所以要么脱掉高跟鞋 要么脱掉高跟鞋 要么放弃电车 要么放弃电车 自己选 拖就拖 我 嘿嘿 好 怎么了 身体吧 干嘛 把拳子抓一下 安全带 欢迎光临 快快坐 怎么样 身体好一些了吧 好多了 这 这真的是陈红做的吗 是啊 你吃吃看 不晓得合不合你的胃口 来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味道 好吃啊 我真的是很久没吃了 那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一直以为观念这个味道 是 是 开车的时候 不要直往眼前看 要感觉所有汽车的动向 哦 车子留下 还有啊 作为一个新手来讲 一定要注意 不要常常变换车道 你干 你干嘛 哎呦 拜托 你不要这么严肃嘛 人家今天男的出来都疯了 来来来 请进 请进 这里呢 这是我们家的厨房 这个厨房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空间 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天地 大部分的时间呢 我都是待在这里的 虽然这个地方不是很大 不过 却像是一个保护一样 什么都有 非常的便利 对 哎 李院长 是 我可以看看你的冰箱吗 哦 不好意思 我的冰箱很乱的 不好意思给大家看的 哦 不过 如果你们真要看的话 那么 我就先丑了 行 行 行 来 来 来 你走 这就是我的冰箱 哇 你的冰箱好干净 而且整理得好整洁啊 哦 哪里哪里 谢谢 谢谢 其实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的习惯呢 我的生活是比较规于的 还有我非常地注重我的生活品质 不错 您可真了不起 哦 不不不 其实我觉得家人的健康 对我来讲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每天可以为家人 准备一份精美的餐品 那是多么神圣的事情 尤其是我先生的健康 对我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撒谎的时候 普通话说的都是挺流利 厉害 谢谢李院长 大爷您看行吗 行行行 没问题 那我们再看你别的地方好吗 没问题 来 我们往进去走 谢谢 院长 是 你们家真的让人感觉到很温馨呢 哪里哪里 谢谢 谢谢 对了 其他家人 是不是都已经未出了 是的 我的孩子们都出去工作了 所以今天呢 就有我 还有我先生 六学 妈 小伙伯 你好 娜娜 雨雯 来来来 快快快 家里有客人啊 没有 电视台的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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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叫你呢 坐坐坐 一起录像 快坐坐坐 这是 这是我大女儿 大女婿 还有外甥 可以一起录像吗 导演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你说什么 小慧要再刷你皮了 她去哪儿做手术了 真吗 太可笑了 这家伙本来眼睛就小 这下找不到了 方雨昕 你开车的时候不要讲电话了 你干什么呀 开车的时候不要讲电话 专心开车 把手机给我 专心开车吧 讲什么电话 把手机给我 别闹着我 不用了 没事啊 你弄不行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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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跑了 来 把这吃了吧 喝点啊 你刚才特地跑去给我卖这个 对啊 要不然还能干嘛 给你喝 喝啊 来个东西啊 没有 谢谢啊 你下来吧 我送你回家 李院长 请问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里人吗 好的 没问题 这位是我先生 他叫方海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海捷国际企业的董事长 他是我大女儿 大女婿 还有我孙女 那你女婿也是在国际海捷企业上班吗 我爸爸是卖车的 我大女婿他是进行车行的 是 一般岳母是最疼自己的女婿的了 那李院长一定对您特别好吧 那当然了 那李院长又是一个烹饪专家 一定会做很多好吃的给您吃吧 请问他都做过什么好吃的给您呢 有做过鱼 鱼 什么鱼呢 什么鱼 就是水里游的鱼啊 他说的就是活鱼 活鱼 这有吗 活鱼 好 爸爸 我们有吃过活鱼吗 有啊 有吃过啊 小朋友 您刚刚说什么来着 因为我外婆外公反对我爸爸妈妈结婚 所以呢 所以他们就偷偷结婚 后来呢 我外婆就非常非常生气 就不让他们两个回家 所以呢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外婆家 不要动了 不要动了 气死我 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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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 当你这么多的面前 我就是丢人丢到家了我 你们要回来之前 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给我啊 你是跪下让我难开的是不是 妈 对不起啊 我问你 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 一点关键都没有 那他年纪小 不懂事 他不会察言观色 不会察言观色 根本就是跟他们老爸一个样子 一个样子 妈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你当这孩子的面 脸不红气不喘的说谎就对嘛 你为什么要说刘刚是开进口车行的 你以为我愿意是不是 更何况我这样讲 说我是给他面子 我给他留面子 你还怪我 我知道 这一切对妈来说微不足道 可是对我和娜娜来说 刘刚就是最值得我们炫耀的人 十年来 我十年来第一次回家 娜娜是您的外孙女 她年纪小 不懂事 您就一定要和她计较吗 就是因为她年纪小 所以她说的话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那些记者一听就知道她没有杀瓜了 我真的 我的面子却都被尽打光了 我真的丢死了 我 跟家人相比 妈的自尊心更重要对不对 刚才刘刚和娜娜看到您生气 都害怕得要命 难道您就真的不固定她们的感受吗 我看 我看 我看我和妈阿姨不要甜甜的好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没关系了 你还好吧 好多了 好 那就早点回去休息 先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下一次 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啊 下一次 你还要练呢 你这个礼拜什么时候有空啊 我一直劝你忍耐 可你还是没忍住 今天本来就是咱们不对 你为什么跟丈母娘又吵架 爸爸妈妈 对不起 是因为我的关系 害得妈妈跟外婆吵架 不错了 妈 爸爸乖 不管你的事啊 都吃饭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妈妈不怪你 吃饭吧 乖了啊 小菊 江仪姐 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完全变样了 真漂亮 这件衣服 是总经理帮我挑的 你是说 雨洁帮你挑的 嗯 她说我太土了 嗯 以她的个性 还能为你挑衣服 看来看对你不错啊 走吧 怎么回事啊 没关系啦 我没事的 留那个东西还说没事 我真没事 不要动 不要动 这个人怎么那么出心啊 你们在干嘛 没有啦 我的手 刚才割破了 妈 爷爷电话 爸 喂 陈红啊 你把那个黄豆泡一泡 泡豆子干嘛呀 我想喝我们自个磨的豆浆 哎 哎 对了 你顺便把那个豆渣跟皮蛋啊 一块蒸 这不是你最拿手的吗 哎 爸 您不是不爱吃豆渣吗 我突然想吃啊 怎么了 你你你你赶快坐一坐 坐好了以后啊 把它送到店里来 大伙一块分的去 哎 好知道了 哎 哎 干嘛 你说以前让我做个白糖糕也就算了 那现在居然 居然还让我磨豆浆给它做豆渣 啊 行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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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谢谢啊 慢走 欢迎光临 怎么是你 你这装什么算啊 你自己干的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清楚什么 哦 那个白糖糕真的很好吃 你的手艺啊 还和以前一样呢 谢谢啊 哎 你以为我还是你们家以前帮用的橙虎啊 你咋子想说什么呀 你居然敢送我公公来修理我 你现在赶紧收拾你的东西你给我滚蛋 真好笑 你算什么东西啊 竟敢命令我 反正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我赶紧走人你 哎 你不想见到我好啊 你可以搬家啊 你搬走好了呀 我搬走 我今天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你还真不知道 你要干什么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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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丁 用名怎么样啊你 我好疼啊 爸 你还不快走 下班之前把这件衣服送去干洗 好 对了 总经理 以后剩风 不要乱用陈宇 你的手还好吗 还行 已经没事了 头脑不聪明 身体会跟着受罪的 干洗啊 干洗要怎么洗啊 要不要放水呢 谢谢 谢谢 莉莉小姐 我再一次 代替我们家陈鸿 郑重地跟您道歉 对不起 郝先生 您不用给我道歉 再说 也不是你的错 至于你的儿媳妇 你也不要太多地作对她 其实 陈鸿会有本事来没有 莉莉小姐 你太出乎我意料了 在我的经验里面 一般漂亮的女人 总是思想上面是比较挑剔的 而且通常都自以为是 没想到 我认识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心情是这么的善良 郝先生 当面快点 真的 真是不好意思 你不要不好意思 真的 真的 对 那你就早点休息吧 把心情好好地平处一下 来 我明天再来找你 我明天想休息一天 今天的事情想起来 我的心脏特别的 我还要休息一天 你明天要休息一天 我来走 我来走 你明天 以后一定要小心 你说 万一破伤风怎么办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以前我们在天灵干活的时候 不知道 要来多少条口子呢 杨小军 你现在不必从前了 你现在有你的家人 如果你再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们家里人会担心的 大哥 你说话真好听 每次我听了都觉得 心里特别的囊括 梁小曲 你现在怎么学会 花言巧语了呢 看来你跟天慧住在一个房间 真的她学了她很多坏梦 大哥 我是真心的 我真的是真心的 我是逗你的 走吧 起来还会疼吗 不疼 怎么样 饿坏了吧 天蕾 你要干嘛 不是说好了 今天你要陪我练车了吗 我什么时候跟你约好 今天马上陪你练车了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我们两个在警察局见个面的 警察局 你忘记了吗 上次你在酒吧跟人打架了对不对 你就是那个大波套了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在这里上班 我是总经理的秘书 你是我哥的秘书 你哥 天蕾 天蕾 你要干嘛去 你该不会让我这么回家吧 小姐 你去哪儿跟我没有关系 我今天晚上有我的安排好不好 你干嘛小姐小姐的叫我 我有名字的 我叫方雨欣 我知道你叫方雨欣 天蕾 我没有穿高跟鞋 然后我的衣服一肯钻着 那个 你跟刚才的那个女孩 你们什么关系啊 我记得上次就好像 看见你们两个在一块 你是请你吗 大姐 我只负责叫你开车 我的私生活的问题 所以好像没有必要 像你们在干啥 不练了 我练了 我练车 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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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